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了湖南少阳学院的美术系 还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美术系 但最后他都放弃了 直到2008年 他成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被命运遗忘的角落里 一度阴暗的没有阳光 作为曾经的留守少年和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黑暗的地方如果有阳光照耀 就会变成亮面 曾经有很多人照亮过我的生命 让我感受到那份暖意 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有限的热量 去温暖更多的人 每年的寒暑假 同学们大都回家了 而师傅总是要多留在学校一段时间 因为这时候 西里的工作室很清静 是他创作的大好时机 做雕塑人 真的是 很多时候就是用一些 别人不要的材料 或者别人扔掉的材料 然后也还能用来去利用 对对 你这是要搭个框架 对对搭框架 今年27岁的石傅 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 去年毕业后 他被保送继续在清华攻读研究生 大学四年 师傅的体重从入学时的90斤 增加到如今的140斤 如今他的生活和过去差别太大了 但他生活中的很多习惯 依然带着过去的影子 比方说五千块钱吧 我最少要充三千块钱生活费 就怕没饭吃 石傅的家乡在湖南省永州市兰山县南市镇的萧家领村 1986年 他出生的那一年 家里在全村盖起了一座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房 当时这幢房子别说在村里 就是在整个镇子上都是独一份 当年的石家可算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富户 那时候石傅的父亲是当地最早在县城承包工程的人 还经营着一家食材厂 平日里父亲做生意很忙 石傅难得见他一面 石傅家屋檐下这个毁气的燕子窝 见证了石家从新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 你看以前的时候这里有鸟子窝 那个燕子经常会来 后来又被捅了 以前小时候我自己也会喜欢去捅 但是捅了以后他又补上 1994年 石傅的父亲死于癌症 那一年石傅刚满八岁 全家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还欠下了巨额债务 然后母亲吵了 因为就是这样 他看到那个鸭皮肤 他就想吐 他看到那个 因为我们那边可能鸭皮肤 他们也吃 但是我哥看那个小兔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在那边跳沙子的时候 就是买不起肉 就吃那个 那种鸭皮肤就特别便宜 好像两块钱一斤 那个时候 母亲和哥哥为了支撑这个家 纷纷外出打工 家里只留下上小学的师傅 早早地成了一个留守的孩子 这个学期住在伯父家 下个学期住在姨姨家 下个学期住在姑姑家 住在邻居家 住在哪个同学家 就这样 所以就是 还是是不是有点没跟着感觉 就是也是上吃白 大家放了 长大 这个时候 少年的师傅 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上初中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自己开火 一根海带 要分成四顿吃 2002年 师傅面临中考的关键时刻 他唯一的哥哥 却因为车祸去世 走的时候 还不满20岁 我哥哥去世的时候 就家里面感觉就特别特别不一样 就我舅舅说过一句 他说这一家人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时候 好像确实感觉好像没一点希望 因为我那时候很瘦弱 特别瘦弱 而且性格也特别 就跟我的身体一样 那个时候 性格也很弱 俗话说祸不单行 对于师傅这个少年 命运似乎特别苛刻 2005年 在他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这一年 操劳了一生的母亲 又因病永远离开了他 这一年 师傅考去了湖南少阳学院的美术系 但他放弃了这次上学的机会 去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涯 这期间 他一直没有中断自己喜欢的绘画练习 观察身边的人 画他们的素描 成了师傅最大的乐趣 刚从广东那边回去 画了很多像门客一样的画 他拿着我的画一看 这个点评师傅画作的人叫做谭小平 是师傅生命中的贵人和粮食益友 如今每次师傅到长沙 都会来谭小平家 和他一起吃饭聊天 他有很多层身份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能找他的时候 就是说心理上或者说学习上 就是找他的时候 那是那个感觉 在平时生活的时候 就是朋友 你让我叫他叫谭谭 我冰 师傅带着打工赚到的钱 从不返回长沙 参加了谭小平的高考美术专业补习班 初识时复 谭小平就察觉到 这个孩子与众不同 别的学生一贴 或者说一个上午 只画了一张 他一个上午同时能画四张 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金屋 红苹果 红西红柿 什么一块布 摆了一块很漂亮 这个他也很想画 那个也很想画 这个就属于感受力特别强的人 在长沙复读等待高考的这一年 师傅积攒的钱花光了 生活越来越困惧 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其中一顿就是一个馒头 或者包子果腹 我那话十年 说他帮我上课 要发工资给他 就发一个月给他一千块钱 在谭小平的帮助下 师傅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在他的心里 依然有很多愤怒 压力和不平 在心情压抑到不能克制的时候 他曾经深耕半夜冲上岳鲁山 疯狂地大声呼喊 师傅碰到了谭小平老师 他很幸运 在以后的几年间 经常是这两个又像师生 又像哥们的男人一起过除夕夜 师傅的生活状况改观了 但是他心里面那种孤独感 弱势感和不安全感 却在很多年间一直在困扰他 师傅在清华大学最初的几年 他的同学经常听他说梦话 他说什么梦话呢 他会发火 他会抱怨 这里边可能蕴含了他对命运的不满 经过大学四年的时光 如今师傅已经很少说梦话了 他说到今天 他才觉得自己逐渐变得平和了 他喜欢某一款裙子 但是我也给他买不起 然后呢 我就特别以前特别方干 我就别看了 走吧 我们走吧 然后我现在不方干了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框是怎么样 还有什么新香的地方 然后回去我给他做一个雕塑 他穿着那个衣服的感觉 然后这个雕塑以后就送给他 他就给我送他自己的作品 然后我觉得他挺真诚的 然后就慢慢两个人就开始了 互相了解吧 都是湖南人 对对 幸好自己是送的作品 你要是送花就没戏了 每一次师傅回到湖南老家 都会觉得特别舒服 今天他在自己的伯伯家里 设家宴招待县复连的几位工作人员 2008年 他考上清华大学 县复连为他展开过募捐活动 募集了七万余元 支持他去北京读书 师傅拿了第一年的学费三万元 把剩下的钱留给了那些 和自己有同样遭遇的留守孩子们 从他们帮助我 自己慢慢一点点成长 我觉得自己的心态 各方面都变得特别很平和了 就是没以前那么像刺猬一样 对于自己本科的毕业作品 师傅在大一的时候 心里就基本有数了 他要做一组群体雕塑 取名叫中国孩子 作品的主体 是一群农村留守儿童 他觉得这些孩子的现在 就是他自己的过去 在心灵上 他和他们是血脉相通的 我觉得我这套作品 因为跟我自己 本身很多关系交织在一起 这是我自己做的 情感最充沛的一个 去年冬天 在创作这组雕塑的准备阶段 师傅回到故乡蓝山县采风 前前后后走访了一百多个留守的孩子 因为我去年来的时候是短个发 然后还有点胡子 然后穿着衣服特别长 穿着那种大靴子 这几个孩子或是父母在外打工 或是也像师父一样 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一组雕塑的原型 就是刚才的这些孩子 湖南乡间寒冷的冬天 孩子们坐在长条桌旁学习 桌子下是简陋的取暖炭火框子 他们在这里的话这么多人把两张大桌子夹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在这里就书 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两个桌子去做成一整张桌子 然后把那个东西又放在那下面 就是那炮火那个炮 对对对 这是师傅去年拍摄的一个14岁小女孩 邓美娇的手 当时给了她很大震撼 这双小女孩常年劳作的手 几乎比她这个经常捏弄石膏的男人的手 还要均烈和粗力 邓美娇的同学 她就可能会面临初学 家里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对对 家里面生活压力太大了 因为她的 他们家只有一个 她的母亲一个劳动力 她哥哥又现在长期 她嫂子又走了 她父亲不在 然后她哥哥还有两个小孩 十五岁的美娇 马上就要考高中了 但她瘦弱的身材 好像是还没发育的小学女生 她在上学之余 每天都要做各种家务 照料没有妈妈的两个侄子 我自己都是通过大学四年 才把自己那种很弱 心里面很弱 因为一直没一个强有力的人 在身边告诉你 这个该怎么做 那个该怎么办 就是少了一些底气 师父想通过自己的经历 尝试着给这些和自己 有着同样命运的孩子们 走出一条路来 希望把自己 从别人那儿获得的温暖 再传递给这些孩子们 这种爱可能要超越亲情的那种爱 因为很简单 我跟你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你一直在帮我 而且那么无私 一般是血缘才会有这种无私的爱 那如果说是这种超越了这种血缘的爱的话 人类也是很伟大的 师父用了四年的时间 终于克服了自己心理上的那种 挥之不去的挫败感 如今 他希望能把自己的这组中国孩子雕塑 做成一个项目 成立清华大学艺术品爱心基金 定向的募集资金 帮助这些雕塑原型的留守孩子 他不希望他们重复自己 父辈 辍学 打工 这样往复循环的生活道路 据全国复联的调查数据 我国农村目前有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五千八百万人 占全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九 农村留守儿童 这是让我们牵挂的一个群体 这些孩子里能像师父这般幸运的 有几个呢 更多的留守孩子 谁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谁来帮助他们走出宿命的轮回呢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他们家顷刻间经历了大喜 又经历了大悲 在他家摊上大事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命运的考验 是什么力量 让他们风雨之后见到美丽的彩虹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失忆的产妇